大家好,欢迎阅读小华军情说专栏,每天给你带来最新国际军情和军事武器资讯。 喜欢的点点关注,今日资讯,战时,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,在数次战役后双方都各有损失,马里亚南海战过后,日本基本上丧失了全部的机动舰队,多艘航母被击沉。 我们总是看到舰载机在航母上上去的起降,这很少有人想过一个很严肃的问题,如果航母被击沉了,那么已经爆飞的舰载机怎么办?准备起飞的舰载机之所以叫母舰,就是因为舰载机想要进行远洋作战,就必须依靠航母来运在核收报。 没有这个平台不要说作战了,连降落的地方都没有,航母江城,也有温暖,打过航母战争了美国充分吸取了二战时的教训,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过深入的研究,并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。 起飞的SU-33战斗机最优先的方案,就是依靠美国分布在全球各地的300多个军事基地,在这些基地当中有许多是空军基地,可以给战斗机和大型运输机提供几架跑道,一旦出现一挖也可以让舰载机降落。 其中一些基地不仅有跑道,而且本身也是军港,航母可以停靠在这些基地,进行修正和补给,其实这些基地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,离我们不远的日本就有不少,而且规模很大。 比如因为造音和山西而愁明昭著的普天尖基地,二战时就是日本最大军港,现在成为美军航母停靠不及基地的横须和军港,因为美国到兵到处热事,而引发各界争论的夹首那基地。 如果美国的航母在日本海附近被击沉,那么已经放飞的舰载机,就可以到这些基地降落,降落的大黄蜂如果讨历的全面一些,航母失去骑降舰载机能力的概率要比被直接击沉大得多,因为航母的抗沉性太好了,很难被击沉。 所以目前各国制定的攻击方案,当中最优先的就是想办法破坏航母的甲板,让它无法进行正常的起降作业。 这样一来航母就失去战斗力了,一旦甲板出现损坏,而损坏的位置又恰恰是舰载机降落,所必须经过的地方,那舰载机也一样要面临无处可降的尴尬局面。 这种情况比沉默要好一些,最起码舰岛可以通知飞行员无法降落,并且用比战斗技更强的无线电迅速联系有军单位设计飞架方案,飞行员不至于完全孤立无援。 双航母就有双保险对于远洋作战能力最强的美国海军来说,需要航空母舰去寻衣的地区基本都是美国的战略重点,比如波斯温,西太平洋。 既然是战略重点,那么美人就自然会着重,在这些地区建设军事基地,以强化自己的军事存在,与海上的航母形成为多个可以相互支援的支点区域。 当美国航母在这些区域附近航行的时候十分的安全,而且空军基地的加油机也可以随时起飞,给正在寻找替代方案的战斗机加油。 双航母步行海游。 双航母大家要知道,航空母舰的巡航路线和计划时分响喜和周密,用多久到达什么地方,走哪条水道,消耗多少淡水和食物,执行多少次防备任务都有计划表。 每艘航母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制定这些计划,其中就包括舰长本人。 他们在设计航线时,也会考虑到可能发生了意外状况,尽可能留出突发处置方案的空间。 喜欢这篇文章的主迷们,可以点击右下角,收藏加关注,系统会每天根据你的喜欢推荐更多类似文章。 。 Shall we fix that? Again, it's one moreICK 好, 隍kok 静 lun 这些粉 突发 hetic 氏